今天要为你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 长假旅游暴露了婚姻越过越不好的真相 一起来听 两个人的旅途总比一个人走得艰难 国庆长假很多人都会选择出门旅行 无论是近距离的周边游或奔赴远方的深度游 一场旅行不仅是对往日平淡生活的一种调剂 更是缓解一年忙碌与压力的一味良药 然而对于很多的夫妻来说 出门旅行却成了婚姻好坏的试金石 近日的一则新闻中 一对夫妻在庐山景区游玩时因琐事半嘴吵架 妻子一气之下 要求丈夫跳入岩石下方水势湍急的水潭 旁边的路人看不过眼 选择了报警求助才平息了这一场闹剧 夫妻高速路上摔门下车 情侣旅游景点大声争吵 这样的字眼 几乎每年都会在小长假的新闻中出现 一次旅游市场调查数据显示 86%的恋人在旅行中发生过分歧或争吵 54%的人在旅途中产生过分手的想法 16%的人因为一场旅行选择了分手 人们都说旅行就是一场被压缩的模拟人生 想要知道两个人适不适合结婚 一起旅行一次就知道了 同样想要知道两个人的婚姻好不好 从旅行中也能一见端倪 人人都有情绪但别把他带回家 女儿们的恋爱第二季中 向左和郭碧婷这对新婚夫妻的蜜月旅行 选择了自驾游 行程中 郭碧婷不小心导航失误 导致向左心中不悦 在狭窄的道路上将车开得飞快 郭碧婷感到不安 提醒向左开慢一点 然而向左置若网闻继续飙车 在害怕和委屈中 郭碧婷忍不住哭了起来 之后两人开启了冷战 后来向左解释道 由于前几日举办婚礼时 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小插曲 加上身体上的疲惫 导致自己心情不佳 他无意识地将自己的坏情绪 带到了两人的旅行中 这样的场景 似乎在每一对夫妻间都发生过 我们发现 破坏两个人关系的 往往并不是某一件具体的事 而是由这件事引发的各种情绪 坏情绪像是一颗隐形炸弹 不经意间就将夫妻双方 炸得体无完肤 电影《原谅他77次》中 阿萨饰演的吕慧欣 和周伯豪饰演的张智思 是一对情侣 他们前往日本旅行 途中寻找民宿时 由于手机信号不好 两人一直在原地打转 张智思提议朝海边走 吕慧欣呢 对男友没有提前规划行程 心存不满 脱口说道 张智思不是一个可信的人 并且开始列举他的种种缺点 张智思很气愤 既然我这么差 你为什么不走 吕慧欣不敢示弱 那我现在就走 说完就拉着行李箱 要和张智思分道扬镳 最终两人的旅途不欢而散 生活中很多人对外人温柔友善 在最亲密的人面前呢 却肆意发脾气 然而一味地放纵坏脾气 时间久了 再亲密的人也会受伤 周国平曾说 对亲近的人挑剔是本能 但克服本能 做到对亲近的人不挑剔 是种教养 我们要警惕本能 培养教养 当我们决定步入婚姻 和一个人携手过一生的时候 就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喜欢是放肆 但爱是克制 给伴侣一个稳定的情绪 才是一个人最高级的教养 婚姻中总有突发的情况 但别闷头不作声 亲密关系书中提到 人际关系的困扰 十之八九 都是因为沟通出了问题 而夫妻关系出现缝隙 往往也是沟通出了问题 一位网友曾在知乎上 写下了他和妻子之间的故事 她是个爱张罗的人 每次出去玩都喜欢提前做好攻略 妻子每次跟随着他 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意见 然而每次旅行中 妻子都会闷闷不乐 两个人总是莫名其妙地吵架 一次自驾行中 他们的车在半路上突然爆胎了 这位网友掏出备用工具 花费了很久换完了车胎 妻子早已等得不耐烦 开口抱怨道 坐高铁过去多方便呀 你非要自驾游 真耽误事 她听到妻子这么说 生气地回答 我还不是为了让你在旅途中舒服点 妻子一听这话 立刻爆发了 气冲冲地说 你分明是为了自己 你每次选的景点和餐厅 从来没有问过我的意见 我一点都不喜欢你选的地方 你就是自私 原来自己辛辛苦苦规划的行程 到头来竟变成了自私 她气不打一处来 愤怒地摔上车回家 取消了接下来的旅行 后来 两人平静下来后 好好地做了一场沟通 在出门时 她会先征求妻子的意见 妻子也会明确地告诉她 自己的喜好和建议 慢慢地 两个人之间的旅行 变得开心起来 其实啊 夫妻的每一次小的冲突 都是需求的不满足 如果选择隐忍的方式面对 那冲突背后的情绪 就会不断膨胀 最终就会成为心结 终有一天会爆发 婚姻生活中 两个人想要在一件事情上 达成共识 不是件容易的事 面对突发状况 及时说出需求 比猜测更有效 能走得长远的感情 不是两个人没有冲突 而是可以把内心的疑惑 和不满及时说出来 并本着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向 心平气和的沟通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 越来越快 婚姻中的两个人 不仅要赚钱养家 还要带娃顾家 外有工作压力 内有婆媳矛盾 每天超负荷运转的压力下 比起各种暗示和猜测 直接地说出需求和想法 更受欢迎 真正聪明的人 不会把时间花在互相猜忌上 和没有意义的争吵上 学会有效沟通 才能收获成熟的感情 日语里呢 有个词叫 成田分手 指的就是很多新婚夫妇 出国蜜月旅行 旅途中争吵不休 对彼此感到失望 刚一上飞机 就迫不及待地 提出了分手 由于这里旅行 大部分飞机呢 都是在成田起飞的 于是就有了成田分手的典故 旅行与日常生活不同 旅行的目标明确 人们都希望抓紧时间 享受美好 但偏偏旅行存在着 各种悖逆的因素 比如计划被打乱 生活习惯的差异 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 旅行的过程中 出现一点问题都会被放大 时刻牵引着情绪的爆发 情感专家焦阳曾说 婚姻就是一对男女 孝对八十一难之旅 旅行和婚姻一样 都是结伴前行 在这段充满困难 与挑战的旅途中 想要携手走到最后 必须要学会 一 不把负面情绪带回家 这世间最可恶的是 墨入一张生气的脸 人生最大的幸福 莫过于每天都能看见 家人的笑脸 与风雨无关 与富贵无关 学会管理情绪 不把负面情绪带回家 是一个人最大的修行 二 保持有效沟通 婚姻既是一场分工合作 也是一种彼此需要 矛盾和问题永远会发生 争吵和冷战消耗掉的 是对彼此的耐心和感情 及时的沟通和交流 才是维持婚姻的长久之计 三 用爱化解矛盾 婚姻是两个不同个体的结合 一段感情的开端都是甜蜜的 但是想要长久维持良好的关系 爱的方式和维度都要发生变化 成年人的世界 没有那么多的诗和远方的惬意 只有日复一日的砥砺前行 所以啊 成年人期许的婚姻与浪漫 更多的是渴望在风雨中 仍有安静的抑郁 供彼此栖息与疗伤 爱是婚姻的底色 而能够管理好情绪 及时沟通 彼此扶持的婚姻 才是现实生活中 最妥贴的童话 愿身在围城中的每一个人 都能收获幸福美满的婚姻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